用电流跟电感系数表示磁能 单一线圈的时候 我们就有1 2分之1 Li 平方 Li 就等于 Phi 就是质感系数 如果两个线圈的话 一个带 Ia 一个带 Ib 那它就等于 2 分之1 Ia 经过这个 Phi A 线圈的 总 Flux 那这个包括经过 A 线圈自己 还有 A 线圈给 B 线圈 通过 B 线圈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样 2 分之1 Ib 乘 Phi B 那我们这里有写 Phi A Phi B 为链接 A 与 B 线圈的总词通 总词通 Phi A 是等于 Phi AA 加 Phi BA Phi B 是等于 Phi BB 加 Phi AB 那磁能 我们已经说过 它是等于 1 2 分之1 Ia A 就是自己的 再加上第二个线圈自己的 然后加上第一个线圈给第二个线圈的 第二个线圈给第一个线圈 这是第一个线圈给第二个线圈的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了 所以它有什么东西呢 Ia A A 然后这个呢 2 分之1 I A Phi B A I A 2 分之1 Phi A 2 分之1 I A Phi B A 这个又写错了 这应该是 B A 这个是 I B A B 这样才对 然后 Phi B A是等于这个 Phi B A 就是说 A 线圈在 B 线圈上面 产生的磁通 跟 A 线圈的电流有关 这是它的护感系数 这个是 B 线圈的电流 在 A 线圈上面产生的磁通 因为它只有一扎 就是这个 然后 I A A Phi A Phi B B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磁能就是这个字 这个式子很重要 要把它记起来 因为以后我们用到它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多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线圈 它都有两个 本身都有电动式 这个线圈产生的电流是 I A 这个线圈产生的电流是 I B 你要注意 我们画的时候 I A 跟 I B 都是 顺时针方向 都是 顺时针方向 好 那么这两个线圈呢 那么这两个线圈呢 彼此啊 就会产生磁力 因为这个线圈 会在这个地方产生磁场 这个磁场 又有电流 就会产生磁力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 两个无线长的指导线 如果电流同方向的话 它是吸引力 电流方向不一样 它是排斥力 那这两个线圈呢 方向都相同 因此呢 它就是一种吸引力 吸引力 你看 假设 我们现在要说 你这个吸引力是多少 大小是多少 我们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假设 这两个线圈 它会受力 受力了 比如说吸引力 它就会互相靠近了 互相靠近的话 会影响它的电流 但是我们说电流保持定值 我们现在就假设 系统的电流保持定值 系统的电流保持定值 B线圈 受力向A线圈移近 就是说B线圈 受A线圈的力 它就有一个分量 这个分量要向A线圈移动 我们假设它的位移 是这个值 其实两个都没动 两个都没动 我们假设它有一个位移 是这么大 这个叫做虚位移 系统的磁能呢 就从原来的这个值 变成这个值 就是说它的磁能增加了 因为你靠近的话 电流都保持定值 那么彼此的磁场 通过另外一个现卷的磁场 就变多 对不对 变多 那么它的磁能呢 因此就增加了 好 磁能是这个值 我们刚刚说是这个值 好 那么在这个里头 Li Lb 跟M Li Lb IAib 是常数 就是质感系数 常数 IAib 是常数 但M是会变的 因为 互感系数 它跟电流没有关系 只跟什么有关 跟规格的大小 还有两个线圈的距离有关 你距离比近了 这个就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系统的职能 就会有一个增量 这个增量呢 这两个没有增量呢 常数 增量 A跟B也没有增量 IAib也没有增量 就是DM变大了 DM变大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 写成这个样子 比如说 我们看看 这个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Ib我们保留 那这就是IADM IADM 5BA 那就是说 A线圈的电流 A线圈的电流 在B线圈上面 上升的磁动 跟A线圈的电流成正比 对不对 比例上说这个对了 这个对了 这个对了 你都要check一下 你不要用胃了 我常常这个就会搞错乱 临时再检查一遍 OK 这是两个线圈 有一个B线圈接近A线圈DL远的时候 磁能增加这么多 由于5BA增加的结果 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跟Ib的方向就相反 对吗 你这个A线圈在B线圈上面 产生了磁通 增加 那么B线圈上的这个电流呢 B线圈就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这感应电动式就是跟 Ib的方向要相反 如果要Ib保持定值的话 Ib保持定值的话 这是电动式相反 Ib如果保持定值 那线圈的电源就要增加了 因为能量要增加 能量增加的话 你电有时一定 那只有什么 电动式增加 这是感应电动式 B线圈的 那就是我们用绝对值 它一定是正的 但是A线圈 电流在B线圈上产生的磁通 增加了 那它就增加一个磁能 所以B线圈供应的能量 需要增加一个DW A线圈就是能量 S就是Source SourceB 就是B线圈上的电源 B线圈上的电源 的磁能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电动式 这是电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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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式 乘上这个 这是能量 我们应该是说 这个算是POWER 就是B线圈上的POWER 因为它电动式增加 这是内能的POWER增加 乘上它的电流 这是POWER IPSO乘D 这就是等于它的一个POWER 那我们就把这个 用这个带 那I B还是保留 那这个 就变成D5BA D5BA 于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写成 5B 5ADM 5B 5ADM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磁能 这个值 这个值 就等于这个 磁能的增加率 D WSB 就是Source增加的磁能 就跟这个 你这个 系统增加的磁能一样 好 同理 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Source B-Source 它产生的磁能也一定是这个 对称的 所以它总共增加的磁能 就是D WS A加D WS B 就等于两倍的磁能 也就是两倍的磁能 磁能增加率 就是你这个系统增加了那么多磁能 那么它Source要供给这么多 那现在我们用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就是我电源供应的能量 要等于这个系统增加的能量 再加上磁力做工的能量 做工也要能量 一方面 一方面它给它做工 一方面增加这个磁能 那我们这个写成符号就是这样的符号 那么D S 因为等于两倍的D M 所以这个就变成两倍的D M 等于D M加上D M 那就是D M等于D M D W M等于D W M 我们第一章在讲T度的时候讲过 这个存量要等于这个存量的T度 D M的一个D M 那这个呢 工 虚工 就等于磁力 跟虚位仪所做的工 那这个D W 从这个式子里头我们就发现 发现一个这个关系 F M F M 就等于Gradient W M 不过这个时候的W M 我们导出来 是假设电流等于常数 那这个词呢 那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带 就是这个 就是W M 这个是磁能的 那我们换成它的护感系数 它就是这个词 因为磁能跟护感系数有这个关系 你这个用Gradient的话 那就相当于这个也是用Gradient 这个词子要记住 就说这个系统它会有实力 就比如说两个线圈会互相吸引或者是排斥 我们现在是讲互相吸引 因为我们是假设电流方向都相同 它等于Gradient的W M 也等于IAIB Gradient的Mutual Inductus 这个要记住 这是第一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呢 你看我们假设它吸引过来了 你看它吸引过来 应该是Flex会增加 我们假设它Flex没有增加 保持一定 假设它Flex保持一定 就是说Flex保持一定 那两个线圈就不会有感应电动式 因为两个线圈的这个 通过的Flex都没有随时间改变 所以就不会有感应电动式 因此两个线圈的电源 无需增加电能来供应 就是Flex没改变 那么它就没有什么电能 主张在你的这个内能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但是你这个力量做工呢 怎么做工呢 做工一定要花能量 那就是这个系统 系统它的总持能要减少 因为能量就是守恒了 功也是能的一种 你无用不增加一个工 那能量就得变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DWF 它做的工 要等于系统前少的磁能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用Gradient的这个带 所以比较这两个式子就得F 这个时候是等于什么 负的Gradient的WM 就是磁能T度的负值 刚刚那个是正值 现在这是负值 它是Flex 要保持常数 Flex保持常数 就是说你这两个线圈 这样子的话 你不管是用现在这个算 磁通保持常数 还是用电油保持常数来算 结果都一样 因为实际上它没有动 实际上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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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来的东西 让你两个算出来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是磁能 磁力 我们把刚刚讲过的磁力 再讲一遍 你看电流保持参数Fm是这个 Flex保持参数Fm是这个 不过你要记住 我们刚刚导这个系统的时候 是假设IA跟IB同方向是吸引力 才是这个样子 要记住 这个状况是什么 A线圈跟B线圈它的电流方向或者是磁力线的方向要相同的时候 以后你做这个题目要先check一下 两个线圈的电流方向相不相同 或者它的磁力线的方向相不相同 相同用这个 如果不相同正好相反 这个用负的 这个用正的 切记切记 要记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这里有两个长的螺线管 一个是LA长 一个是LB长 其实两个的界面积都假设相同 我们这样画是看得清楚了 我们把A线圈插到B线圈里面去 总共插进去的长度是L长 L长 A线圈呢 它原来的长度是LA 有NA在电流是IA B线圈 长度是LB 电流是IB 那么它单位长度是MB 我们现在check一下电流方向一样不一样 你看这个电流从这里进去 也是这种方向 所以两个电流方向相同 那我们上面所用的系统 所用的式子就可以直接用它 由于二电流同方向 故螺线管B 至于螺线管A的磁力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套 我们假定 若二电流管 就是它已经做是相同了 我们假设 假设IAIB大小不变 大小不改变 那就是I等于长数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套 那我们就看看这两个线圈的 互干系数是多少 你把这个求出来 把这个求出来 做grading也可以 或者你把这个系统的词能求出来 求到的grading也可以 我们两种方法都做一下 那互干系数M 比如说这是A线圈的电流 在B线圈上面产生的flex A线圈的电流 在B线圈产生的flex 你看 你顶多只是绕这么一扎而已 绕这么多而已 你这里都没有绕到 所以它总共绕到它有多长呢? 这个L是多长呢? 那我们就说B线圈 B线圈 B线圈 单位长度是NB纱 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是L L纱 这个是要算什么? 说B线圈 它把B线圈绕出多少扎 是这样算 或者你可以这么算 你说B线圈上的齿痛 这个齿痛 这样算 它也是从这里过来 这里过来 也是绕住这么长 也是 这个齿痛 A线圈的扎数乱者 就看NA乘上L NA单位长度有多少扎 OVERIB 那FM就是FAB 就等于这个 那M是等于 这个我们刚刚写出来 这里两个都是重写一遍 因为那是上一张同一片 我们这里看不到 重写一遍 你要用这个 NAL 这个都是长寿 就是FYBA FYAB 你不知道 FYAB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B线圈的齿长 在A线圈 产生的齿痛 那就是BB 这个是A线圈里面的这个 面积基数 FYBA就是A线圈的齿长 在B线圈产生的齿痛 这就是B线圈里面的面积基数 然后 你要求这个 你要求这个 一定要知道B B A跟BB 我们就用 安培定义 假设 假设 这边端效应不济 螺线管的齿长 不就是这个吗 Mul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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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值 我们带到这里去 因为这个都是常数 你带到这里可以提出来 那这个 我们有它的方向都相同 那这个D A就是S 接面积 就是S 所以 Flex AB 等于这个 Flex 毕竟AM就等於這個字 我們再把這個帶到這個裡頭去 Mutual Induction 是這個 這個把IB約掉 這個把IA約掉 都一樣 所以M都一樣 那我們現在要求磁力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那這個要做個grading grading就是有微分 你這樣看起來好像都是常數 這個也常數 這個也常數 這個也是常數 那麼grading不就是零 但是其實它兩個互相吸引的話 L值會改變 L值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令L等於Z 令L等於Z會變 它不是常數嗎 我們說最後你微分以後L等於Z 這個就是partial 因為它是Z軸 它跟Z有關係 所以它就是Z等於 partialZ over partialZ 那就是1了 那就是這個字 磁力就是這個字 磁力就是這個 你看Z軸在這裡 所以B給A的力 B線圈吸引A的力 往這邊吸引 就是B線圈吸引A的力 這個方向 我們剛剛解除的是這個方向 那就是怎麼樣 互相吸引 這L會越來越長 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解 就是用磁能來解 剛剛是用互感係數 現在用磁能來解 螺線管B 施於螺線管A的磁力是這麼大的 用這個寫 IAIB保持病準 另外,螺線管的體積 這個體積跟這個體積 它就是等於什麼 介面積乘上LA 就是TAU A A線圈的體積 介面積S乘上LB 就是B線圈的體積 重疊部分的體積 那就是S乘上L 這個時候磁能怎麼算呢 我們用這個算 就是無限大 這是無限大 但是我們知道 磁場都在這個螺線管的裡頭 外頭都沒有 所以這個虛量是無限大 但是我們積分只要積這個裡頭的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等於什麼呢 你看這個磁能 磁場 這一部分的磁場 是BA 這一部分的磁場 是BB 這部分的磁場 這個地方的磁場 BA加BB 所以它積分以後 就是等於 這部分磁場 乘上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就是S X 就等於TorA TorA 減掉這一段 XL 減掉這一段 XL 這個地方的磁場 這個地方的磁場 就等於TorB B平方乘上整個 但是要減掉這個 減掉SL 再加上這裡的磁場 平方 就算這個體積 那我們把這個 乘起來 BA平方TorA 約掉了 BB平方TorB 也約掉了 那麼它只有什麼 不是 不是我講錯了 因為TA平方 乘上這個 跟這個平方 乘這個 小調 BB平方乘這個 跟這個 小調 所以它得出來 只有 這個平方 乘上它 加上 這個平方 乘上它 再加上 2 2BA BB 乘上L 還是L 好 因為等一等我們要求它的gradient 我們知道這個L會變 所以就把它寫成Z 因為它是在Z的方向上面 括弧外面著名 Z要等於L 於是 我們說FM 等於FAB gradient WM 就是Z方向 Partial WM over Partial Z 就等於這個值 Z這個就沒有了 Z就只有這個 這個是常數 就是零了 Partial Z就是零了 只有這個 所以 得出來的結果 跟我們剛剛的這個結果是一樣 這個就是B A乘BB 被六印出 這個方法 又是一個 磁能來做 好 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 題目 這個題目是說 這條是無限長的磁導線 我們令它叫導線 E 它的電流是朝Z方向的 另外有一個 長方形的線圈 它的電流是逆時針方向 I2 這個長線圈 長外形線圈 長是H 寬是B-A 寬是B-A 我們現在要問 這兩個線圈都有電流 它們之間會產生 相互的作用力 我們問這個作用力是多大 這容力多大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套 我們剛剛得出來的這些公式 不是了 我剛剛說過 你要用剛剛的公式 你要先check一下 兩個線圈的電流方向 一致還是相反 或者是磁場的方向 這個電流真的朝這裡 這個電流有朝這個方向呢 還有這個方向 還有這個方向 好像不容易看出來 我們就看它的磁場 這個電流 I1在長方形線圈產生的磁場 是進入紙面的 對不對? 你會把這個當作Z 這就是fine 然後它本身的這個電流是這樣子 它本身裡頭的磁場 是這樣子出來的 所以相反 磁場是相反 磁場是相反的話 因為二導線的磁力線方向相反 所以導線一 是與導線二的磁力 一也給二也有力了 二給一也有力了 我們說導線一給二的力 這就是排斥力 相同是吸引力 排斥力 加定是這個方向 fm 就等於f2,1 這個時候要用 如果用ident constant的話 這個要用負 你用這個的話呢 這個要用負 我們就用這一套來算 flux flux2a就是導線1的電流 在導線2產生的磁場 在導線2產生的磁場 phi2b1.da2 我用build-savallot 求出來是這個字 這個就是距離r2原子處 取a2 a2就是這個 d a乘上h 那我們取它的方向 跟b上相同 也是5的方向 把这个带到B式里面去 Flux to 1 就等于这个 乘数项都提出来了 里头是dr over r 积分 这一段是从A 积到B 所以它就是 这应该不是A到B 我写错了 dr的话 这个不是A加B 这个是B 就是A到B 没错 这个没有错 不是A加B 如果B是这一段的话 那就是A加B 它现在是从A 到B 到这里 就是B上 没错没错 那这个 把A带进去 你才能够微分 要不然你不能微分 微分完了以后 再把这个带回来 这个微分 然后这个微分结果是R分之1 A 我们再把它改成A 就是这个字 OK 好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例题 好 底下是另外一个例题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限制 一个是N1 一个是N2 这个N1 它的半径是B1 N2的半径是B2 它带有电流 这个是I1 这个是I2 那这个轴 是经过两个中心的一个轴 我们讲的就是Z Z 那相距呢 这个中心相距是D远 D大于D远大于这个 也远大于这个 求两个线圈之间 相互的作用力是多少 相互的作用力 好 那现在你怎么算 要用我们前面讲的结果 你就先看一看 电流的方向是不是相同 你看它也是从这里进来 也是从上面出去 电流相同 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系统 我们的公式都可以用 那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 限军1 失于限军2的磁力 它给限军2的磁力 是多少 我们就用这个 Fm等于限军1跟限军2的磁力 i等于常数 我们用覆盖系数 限军1的电流 在限军2上面所产生的flux 跟限军1的电流层正义 跟限军1的电流层正义 那这个要确定一下 这个要确定一下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说M12 M12就是这个 就是限军1 在限军2的flux 因为这个很薄 所以通通通过 我跟限军1的电流有关 这是M12 要求这个 你一定要求flux21 flux21就是说 我限军1的电流 通过限军2的磁通 这个不好求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不是长螺线管 除了中间的磁力线 会彼此通过它之外 其它的磁力线 都是弯曲的 你到底有多少条结果上 不知道 所以我们用b.da 来算 这个算不出来 我们用这个 flux21 等于a21.dl2 这个 本来应该是什么 本来应该是b.da21 b.da21 b.da21 就是这个 电流产生的磁场 d.da21 d.da21 是这个 我们前面有算过 flux可以等于这个值 所以它就是等于 a线圈的电流 在b线圈上面产生的向量位 dot b线圈2 线圈2的位移基数 用这个算 你要算这个 你一定要知道 a21 对不对 a21 是什么东西呢 a21 就是 这个 电流 在线圈2的边缘 产生的 a1 i2 听到我说的写错了 c2 为线圈2的边缘 线圈2的边缘 a12 a12 应该是 i1在这里产生的 i1 在这里写错了 i1在C1产生的 A1等于这个 我用它的式子 相当位可以等于 M1就是这个线圈的词举 这个线圈的词举 Cross R Univector 因为它在这里 A21就是这个方向 跟它同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写 M1就是等于 N1乘上I乘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是π1平方 π1平方 乘上N1 乘上I 它的方向是Z方向 Z方向 Cross R Univector 对R平方买出 这个等于什么 我们先Cross Z cross R Z cross R Z cross R 5的方向 这是5的方向 5的方向 4 5的方向 就是π1 5的方向 4的方向 4的方向 5的方向 4的方向 4的方向 夾角 Z是这个方向 R unit vector是这个方向 夾角是这个 就是Sine Theta Sine Theta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这个值叫三角形 对边以上斜边 那就是B2 over R B1 本来是B1而已 B2 over R R就是变成三次方 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说 R三次方是什么 R就是值叫三角形 R平方等于低平方加低平方 R三次方就是值 二分之三次方 这个是A2 我们代入C式 代入这个式子 DA2它也是5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是同方向 那么DA2呢 这等于这段的小小的补偿 它是B2乘D5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就变成A2 DL2 长度就是B2乘D5 这个积分0到2π 记出来 然后这个里头 这都是常数 提出来 D5的积分就是2π 2跟2叫分子多了一个π 这是5 to 1 再把5 to 1 带到Mutual Inductus里头去 好 就变成这个值 本来就是D 我马上就要做Bradent M Bradent M就是有5一分 那它现在因为有吸引力 这个D不是常数 有吸引力嘛 它一定会靠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认D等于Z D等于Z D等于Z 然后最后就是把Z 定在等于D 就可以了 好 FM F2 1 I1 I2 Gradent M2 1 然后就是等于 这个就是Z 因为它只有Z 这个座标 如果说D远大于B1的话 这两个距离非常非常远 如果说D远大于B1的话 这两个距离非常非常远 也会远大于B1的话 他在他的面前 那就微不足道可以不要B1 不要B1 B1 B1 相当于D 5 5 5 7 4 9 fm是等于,这是-z fm是说1给2的利用 1是有2的利用,只要把2往下拉 -z的方向 这个值,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原因就是,你看这个 我们上下都乘一个,分子分母都乘一个π 那这就是π平方了 那我们可以写成πb平方 乘N1 πb1平方乘N1,乘是I1,这就是N1 πb2平方乘N2 乘N2 乘N2 就是这个的词举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用词举来表示 这就是词举 这个题目 很有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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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